说一下他一个例子难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之前写的是什么 我服务端是不是自己造一个超时的一个操作 那这里面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写一个爬虫 还要爬取什么呢 爬取别的网站 类似这种效果 那我如何在客户端实现一个超时控制 如果在客户端实现一个超时控制 就是你做爬虫的时候 你你写过爬虫吗 你写爬虫的时候 其实就是自己写一个 就是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呃客户端 是不是一直连服务端呢 对吧 连服务端 连别人的网站 比如说你要连google 你连google的话呢 其实相当于在国内肯定是超时的 对吧 那这个超时是谁来控制的 不是等了google 人家他给你返回一个超时的一个响应吗 对吧 等发生了好久 然后他没有 他没有返回 那不就超时了吗 那我现在想什么呢 想给他指定一个 指定一个 我自定义的一个超时时间 比如说我试了一下 如果说50毫秒还没有返回 那我就干什么 把这个请求说就取消了 能理解吧 就这个意思啊 怎么做的呢 这里面是不是得自己实现一个客户端呢 我这里面写了一个sower端 这个sower端是干什么的 看能看到吗 这是什么写法 这是不就用了内置的nethttp这个包 对吧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做了一个websower啊 我这个websower做什么事情呢 http.handlefunk 加一个反问跟路径的这个handlefunk 对吧 他实现了什么效果呢 是不是执行一个index handler 然后呢 我再把本地的八千段后启动了 这个没问题吧 中文逻辑在哪里呢 逻辑是不是在上面这个 上面这里面写了啥啊 是不是写了一个处理函数的这个请求 然后呢这里面number写了认的int2 int2是什么意思啊 造一个01 是不是这样的数据 对吧 就随机产生一个整数吗 这个整数不能超过2吧 这个能看到吗 这个啊 造一个随机数吗 就random吗 随机数 那如果这个number等于0 我干什么呢 我反悔响应的时候干什么 我是不是睡了10秒 相当于我 打开这个网站 我在这后面睡了10秒钟 然后再给你返回响应 嗯 那肯定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慢请求 慢慢响应吗 slow 慢响应 那如果说你这个造的这个随机数这个number 他不等于0 我是不是就赶了 是不是就直接给你返回了 嗯 对吧 那我们写一个吧 写一个吧 这个项目 你从来留在一把中间 项目带领一下啊 到时候把这个逻辑删掉是吧 是啊 这叫什么来着啊 叫那个client段啊 client才冒的 我造了一个造了段 是吧 对 猫疾病可以啊 在公司里面就写这么能带了啊 让你优化一下啊 把这个代码删一删 哈 你看下面的老师一点都要下班 一点 来 我们看一下哈 这个东西来 是不是编译一下就可以执行了 啊 在他们到 go build 我怕你们写的这个定框架写的这个net http一包啊 都不会写了 go mode iit 哦 啥意思啊 这个啊 创造了一个 go mode ti d1 这个应该没有用第三方库是吧 那就其实不用 好 这个地方是十 这是啥 他包名字叫十是吧 sirware吧 sirware.exe 我现在是不是在808000段号启动啊 然后呢 是不是在用浏览器去访问我 刚才自己造的这个 对吧 127.0.0.1 冒号8000 对吧 你这个地方一直麻烦回来 肯定是个quick 是不是一个快快响应啊 我再访 再访问 是不是这个地方慢了 你看 对吧 你相当于你访问一个很慢的网站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一直在这转圈 有 是吧 一直是不是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一直在等待啊 你看 在完了之后 是不是相当于是slow response 他说一定会响应等10秒钟的 能理解吧 那我现在就干什么呢 我现在就写了这么个简单的例子 就摸假 假设模拟有什么 我要去爬取一个网站 可以吧 这个网站有时候会返回 慢 超过10秒钟的响应 有时候会立即去发挥 那我现在写个爬虫的客户段 我干什么 就是去尝试去连这个 这个网站啊 尝试去访问这个网站 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客户的啊 客户段 这个客户段呢 他写的比较复杂一点哈 怎么写的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啥呀 看看 这写的啥我看看 这么长 复制复杂的 这不是上周写的 都忘了 克莱特克莱特段 然后写个一个 哎呀呀呀 这干啥呢 好 好 我们看一下啊 代码有点长是吧 这里面干什么呢 transport是干啥呀 httb的transport这个是干什么 你看httb的client造了一个client 我们之前讲那个 socket网络编程的时候说过是吧 我用内置的htt包去模拟实现一个什么 什么浏览器啊 对吧 这里面是不是就是那个client啊 这个client我这里面造了一个什么 造了一个他必须要接受一个什么 接受一个transport啊 接受一个 他是一个结构体啊 结构体里面也是有个transport吗 就是相当于是类似一种协议的吧 然后呢 我这里面造了一个空的 然后把它造成一个实力化 是吧 这里面是造了一个什么 上面叫 造一个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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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客户端后面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不是想要你造了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用来干什么 传的是RESP Data 就是用来接收响应数据的这样一个通道 你看上面 这个响应数据有什么呢 就是attp.spons 就是你后端给你返回的这个响应体 这个对象 然后和一个什么错误信息 造了一个这样一个通道 接下来干什么呢 这个地方 干啥呢 http.new request 是要发请求 发请求 然后呢 发送什么请求 是不是用get的请求 访问我本地的这个8000端口 对不对 8000端口 这个可难可以用到吗 下面这个 这是干什么呢 就是 造一个 造一个 请求对象 这个请求对象是什么 是访问我用get的方法 访问我本地的8000端口 是吧 这是一个请求 然后呢 这个请求里面干什么呢 有个req.withcontact ctx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后面写了注释啊 使用带超时的contact 创造一个新的client request 这个地方你看 这个req是谁啊 上面造的这个请求对象 我请求对象里面 调用他的位置 contact这个方法 然后呢 把这个contact传进去了 这个contact是谁啊 是不是 杜扣 是吧 就是我这个函数的时候 到时候会接收一个参数 我把这个参数直接传进去了 然后呢得到一个新的req对象 可以吧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呢 位置挖一个wg是全局等待组 然后呢 加一加一之后呢 我 掉一个defor 来这里面干什么 这是干什么 是不是起个个楼梯干什么呢 去 是不是起个单独的楼梯去 是不是plant点度 是不是去做一个真正的发请求的操作 对吧 这叫 执行真正的发请求的操作 发请求的操作 可以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如果你看他把这个什么拿到这个响应体之后 是不是造了一个这个response data 是不是就直接扔到了这个通道里面去 是不是扔到通道去了 那那个吧 扔到通道去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呢 是等待吗 cdx-当 如果这个东西过那个什么收到的信号 说明什么呢 是不是就超时了 我自己定义了一个超时吗 然后他就是不就打印这个timeout 对吧 然后如果走了这个呢 就执行这个 啊 就一直从这个呃 通道里面是去拿这个结果 拿这个结果之后呢 我打印一个 调用server这个api success成功 然后呢 如果有错误的话 打印一下错误 没有错误的话 干什么呢 我是把你这个响应体的这个body 把所有的数据是不是都读出来 转换成字幕串 打印出来 你就做了这样一个逻辑 然后呢 我这个客户端 启动的时候 怎么启动的呢 先造一个什么呢 100毫秒的一个超时 是不是他做了一个timeout 这样一个context 把这个context干什么事情 是不是传到了这个do call里面 这个do call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做的这一串逻辑 这一串逻辑里面总结起来 他做了什么事情 do call里面做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新造一个 新造一个client 对吧 然后用client干什么呢 是不是去请求我本地的 去请求本地的 127.0.0.1 冒号8000 对不对 然后呢 把结果 把响应的结果 放到一个通道中 是吧 放到一个channel中 然后在这个channel里面干什么 是在他的后面 是不是做一个select 是做一个 然后使用select的 就要么等待这个响应超时 要么是不是拿到响应体的结果 打印出来 不是做这个这个事情吗 对不对 看这个select 要么什么超时了 对不对 什么超时呢 是不是这个100毫秒的超时 要么干什么 是不是从这个channel里面拿到这个结果 把这个结果打印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啊 就这么简单 来 接下来怎么着 我们试一下啊 试一下 找到这个client 这个你了解一下就行了 哈 没有必要 因为你很少会自己去写客户端的 这个是吧 够莫的 iit 够莫的 这叫client是吧 call ipi timeout 是吧 你看这个地方是什么 我打印这个错 我是不是就是deadline超时了 是不是deadline 哪里有deadline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timeout timeout 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什么 就是超时了嘛 过期了啊 我再执行一下 这是不是就quick response 这是不就是刚才遇到那个没有遇到那个慢场慢慢慢响应吗 我再执行一下 这是不又是一个慢的 我再来一个 这不又快的吗 再来一个 又是个慢的是吧 哎 怎么 怎么 这 那这又是个慢的 对不对 再来一个 这是个快的 这是个快的 对吧 这也是个快的啊 就是这个意思 我其实就相当于我自己在这个地方维持了一个是吧 是100毫秒的一个 是不是超时 当当这个什么呢 请求的时候啊 我请求的时候遇到我刚才说的这个服务端 他正好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慢的一个响应的话 他会怎么走啊 看一下这个逻辑应该怎么走 对吧 你你没没执行一下这个client 就是我刚才在这个里面每执行一下每一回车 是不是执行的client.exe client.exe怎么走 是不是就执行这些东西 对不对 我造一个什么呢 100毫秒的 超时控制器 超时的contact 然后呢 给他传到这里面 那我在多个里面做什么 造一个客户端 造一个请求对象 然后呢 是不是启动一个单独的go routine 是不是去发请求啊 去做真正的请求 对不对 这个执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立马就执行下面这一句了 对吧 然后他在后台默默的干什么 是发请求啊 发请求度啊 度这个请求 度请求之后怎么办呢 你看他拿到这个请求这个结果之后 怎么办 这个响应体之后怎么办 就直接是不是造了一个数据 然后把这个数据 是不是直接扔到通道里面 然后我在 这是后台的一个程序 在执行这个啊 然后我在这里面就干什么呢 是不是要么等超时 要么拿到这个结果 说这两个选一个 能理解吧 这个啊 就这个嘛啊 然后这个这个东西呢 这个这个 http库啊 最早的时候是没有不支持这个context 等到1.7之后呢 他把这个内置的这个标准库改了支持啊 你看这个 看到了吗 啥意思这个 就是我通过勾乱的啊 通过勾乱的去写这个代码的时候 他会比如说那些已经废弃的啊 函数你看看吧 他会给你加个中红线 可以吧 但是你这样调用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cancel request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之前就不支持这个context的时候呢 或者说支持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他是怎么办的 我是需要手动的去干什么 去调用这个cancel request的 是不是去手动的去取消这个请求 看到手动的去取消这次请求啊 也是说你手动的去取消这次请求 并且你要手动的去维护一个到期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超时的处理 现在呢 干什么 大家是不是都 人家都内置支持了 你只要你这个地方能收到信号 说明什么呢 一定是超时了 是吧 那我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是这一句 这一句就是最后人家是这个标准库支持的话 只要你传来一个context 我就直接给你传到这个V字context的这个方法里面 然后得到这个新的这个request的对象 就是一个什么呢 带超时的请求对象 当他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地方能收到信号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什么呢 就说你这个请求是超时了 他就会自动的去取消了 能理解吧 比如说不需要你手动的再去掉这个了 能理解吧 这个啊 这个 好 这个例子呢 你回去自己把它看一下 然后写每一行都写下注释 然后呢 尝试理解一下他这里面的流程是怎么走的 可以吧 刚刚才这家刚刚又都不知道 行吗 行吗 这个context context现在就是在今后里面 能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在你的代码里面 木总加钱 我说你这家里面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我说你这家里面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我说你这家里面的还是比较多的啊